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It's a crazy world And I realized it's a crazy world 可是来不及了 今天差点来不及上节目的 沈云冲在我们的现场 沈云冲啊 关于川普 你比我关心多了很多 为什么 至于我为什么那么不关心 我不敢讲 为什么我不敢讲 我不敢说 It's hard to say 不是I won't dare to say OK 就当世界大赛再看 这句话很有趣 告诉我 其实你不觉得政治 老实说在大部分的时候 跟我们一般人的距离都很遥远的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民主社会 感觉上很关心选举 很关心政治 尤其是台湾 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只负责做两件事 一个是平常敲键盘 另外一个就是投票是去投票 投票完之后 好像就不再 就是敲键盘了 对 我来继续敲键盘 但你说投完票之后 真的关心总统府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 真的关心行政院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想大家更关心的是 我过去仇恨的那个人 是不是还会被更多人仇恨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在关心监狱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比关心立法院发生什么事情 还要来得多吧 要不然你看看 我们不是有立法院直接转播的频道吗 没有人看 好 所以其实我有加拿大一个管理学者 叫做罗杰马丁 Roger Martins 他曾经就写过一本书 叫做责任感病毒 责任感病毒 Virus Virus 他说大部分的企业都得了所谓的责任感病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该负的责不会负 不该负的责呢 聘命在那里扛 很多主管都是这样子 因为不会带领 所以部署出了事情 只有乱七八糟了 就出来擦屁股 那但真正他该担负的责任 例如培养带领 coaching这些 反而都复之绝入 都没有在做 那他就说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我们的政治上 我们常常只负责把人给投出来 把票给投出来 投出来之后 但要知道大部分总统都是 这辈子第一次当总统 对 像川普的很少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从媒体也可以看出来 在礼拜一礼拜 我就特别注意CNN 他这次终于露馅 他在非常小的很多小镇上 去找贺锦丽领先的基项 或者说是对 机制 其实主要是基项 这看起来如何如何 事实上他并 他并似乎并不能够关心贺锦丽 如果不当选之外的所有的话 他没有 是 是 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 包括 我很爱看的经济学人 待会可以聊一下 过去这两个月来 他们的民调 看起来非常有学问 可是开完票之后 你就会觉得那根本狗屁 怎么会跟实际上开票的情况这么多 他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背书 或者不背书的 这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你讲的 他们这些美国英国的主流媒体 很习惯的去为重要的大选背书 经济学人是英国的杂志 所以他除了对英国的大选会自己 这次我觉得工党比较好 上一次我觉得保守党比较好 他甚至有一次认为自由民主党比较好 但也因为他 但因为他的这个杂志 有40%以上的读者在美国 所以他也从1980年 雷根第一次选的那一次 他就开始了这个 美国口味的转换 对 其实经济学人 背书的不是只有英美两国 很多什么巴西 西亚国家 他也三不一时会出一张嘴 指点江山一下 那以这一次来说 他当然还是听贺锦丽 但这是一个 我还讲的是 经济学人他很关心 现在的这些选举 那他也想要当这个选举的民意 的理解的雷头羊 所以他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投资了蛮多 开发了各种的这个民意监测的工具 所以在他的网站上 过去这一年来 他都有持续从拜登到贺锦丽 说这个每一天的民调上的变化 但这个变化呢 我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上 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你会看到 特别是贺锦丽出马了之后 中间曾经有一度遥遥领先 川普因为气势 看涨 至少比拜登要来的好 但是很快的过一段时间 蜜月期过了之后 又跟川普在伯仲之间了 然后特别是在选前的一个礼拜前 川普就突然飙上来了 就追上来了 那个看好度就超前了贺锦丽 有趣的是选前一天 选前一天 就前一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他的通知 告诉我最新他的调查的结果 在最后那一天 贺锦丽冲上来了 他的当选几率 从原本的百分之五十 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 相较之下 川普就从原本百分之五十 掉到百分之四十六 或是七 我忘了 这意思是说 在选前一天 他认为何经理 这是经济学人压宝 对 并不表示有一个新的数据 当然不是只有经济学人 我想听众朋友 大家过去有在关心的话 就会发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流媒体的民调 九十以上的主流调查机构的结果 都会告诉你 在关键摇摆州 七个关键摇摆州 摇得非常紧 然后蓝的跟红的互有领先 所以我们在选前一直是这样子相信 所以非常紧张的在看着这个 现在回头看起来 应该还是就是CNN耍的那一套 在他的一个州里面的一个郡 有大概几张票 是不是 对 所以这是最近这两天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因为选举结果出来 不管是挺川还是反川的 都一鼓气爆发 你看整个过程中 你们这些传统的主流媒体 一直在搞 大春刚刚讲的这种事情 但为什么这样就表示 他是世界大赛 他的乐趣在哪里 如果只有一边赢 哪有什么好看 一边压着打那是什么好看 当然要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 所以这又扯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有人说 其实媒体 美国的媒体 也颇有心机的 你不要看他们都在反川普 都在骂川普 其实川普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有川普才有收视率 才有流量 对 CBS老板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 Trump is bad for our country but good for our business 你刚才既然这样说了 我们就把这个媒体 在这次大选里面 所曝露出来的 至少有一个面向 来说一说 那就是有一个声音 会透过媒体 暴露出来 就是川普当选 是美国人 deserve that 这是媒体的一个声音 很强大的声音 你来说说 其实deserve 川普可以正反解读 你反川普 认为他就是一个 宇宙无敌大烂咖 这个人上台之后 会把美国给搞得起飞狗跳 会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 但你美国竟然选出 这个人活该 这是一个角度 但是当你说deserve的时候 他还有制度跟现实 如何在这个民主的召唤之下 互相配合 你说配合还是制衡 我觉得是配合 不是制衡 但我要讲的是 对支持川普的人 就像我昨天在看开票过程中 后来就转到福斯电视台去 那是一副举国欢腾的景象 就是说我们deserve 川普这么棒的人 这么好的总统 这么伟大的英雄 当时他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 已经是美国时间凌晨 佛罗尼达说在三点桌了 大家对他年纪这么大了 到现在精神还这么好 这体力实在太让我佩服了 我们真的值得 deserve这样的总统 当然我们就要早一点来把 关于这次选举的一些个 应该说选民的背景调查 尤其是那些个 非常冷冰冰的数字 可是现在看起来都活跳跳 一点都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次的选举 刚刚讲的媒体 其实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来谈 第一个当然是回到传统媒体 因为过去我们以前的政治 以前的选举靠的都是大众媒体 但现在的美国大选 大家已经发现了 除了传统媒体之外 已经有新兴的媒体形态发生了 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 网络媒体 不管是影像的YT 或者是声音的Podcast 或者是文字的很多的部落格 现在在选举当中 恐怕都扮演着 比传统主流媒体 还要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我相信 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文章在探讨 这次大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状况 显然的很多的主流媒体 主流的机构 主流的民意调查 单位 并没有办法真正掌握 现在实际上 美国选民心态上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 过去都是靠 传统的大媒体在凝聚的 所以大媒体还在想象 以为自己是有呼风唤雨 主宰名誉 风向的这个能力 但从这次的选举结果 又再一次的证明 2016年的当时 主流媒体所犯下的同样的错误 就是太过高高在上的 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以为自己看到的世界是真相 没有想到有很多人 不告诉他真正的景象 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 去接触到这个真正的问题 就像你说的 他们是选择性的 到小镇上 到大城市 找个人对他们有利的 他们只想看自己想看的事情 讲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调 其实这些西方媒体 老实说 我觉得不管纽约时报 和华盛顿流报 经济学人也都好 我们虽然一边在批判他 但一边也得给他某种的credit 就是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自己这样 其实也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行 或者自己给留个给自己留个后路 我为什么这样举个例子 刚给你一个文章 就是经济学人在10月31号 登了一篇 因为他自己的民调一直都显示 贺锦丽跟川普的选情 在柏种之间拉去 可是这篇文章就很特别 他要切入的角度是 我们可能也是错的 包括经济学人我们自己也可能是错的 我们这个民调 不见得能够真正掌握 川普的实际实力 很可能他的表现 最后会超越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 他当时就已经预言了 他那个文章里头点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羊群效应 也就是说这些民调机构 就算说他调查出一个 川普大幅领先的结果 第一个他可能也不敢公布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错了 而且又正好是在 主流媒体正在制造某种声势的时候 所以这些温馴的羊 就不动弹了 对对对 要么是不敢公布 要么是自己又在做另一种手脚 调整了之后才公布 所以他说这是第一个 媒体的普遍性民调 都大同效益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羊群效应 媒体可能会出现误判的另外一个原因 跟今年的这个所谓early voting有关 就是提前投票 我们知道美国的投票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大家全部百分之百 投票日出来 投票 那美国很多的州都是可以提前到非常早 不但可以邮寄投票 也可以亲自去投票 投票 那这个部分呢 在2020年之前的选举 共和党基本上是反对的 川普也是大力的反对的 所以最后开票出来 你会发现这些邮寄投票 early voting的人当中 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投的票 但是在这一次呢 他们都改口了 川普也改口了 他也鼓励大家提前出来投票 所以媒体在这个部分的解读 也因此会有落差 这是第二个原因 再来第三个 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 不相信传统的民调机构 不相信你传统的大学 不相信你传统的媒体 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相信上一次的选举就是被投掉 对对对 所以打来说 某某大学的调查 挂掉 某某媒体的调查 挂掉 要么就是给你胡说八道一番 我明支持了川普 我就跟你说我支持何行李 或者我跟你说我还没有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很可能 你如果问我 大春我觉得 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民调失准 跟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现在这些民调机构 跟专家都跟你说 你放心 这些专家都厉害 他们当然知道有这个因素 所以有在做自己的重新的调教 但是结果你可以发现 这个调教的程度 显然是不够 也就是说 不能逼近我们想要的真相 没错 所以这是这一次的选举 我觉得大家事先 所看到的民调结果 跟翻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得票率落差 这么大的原因之一 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 来会关心一件事 就是实际上影响选举走向 有没有 不要说特别的事件 事件大不过川普挨枪 但是一定有人物 有哪一些人物 使得这两个人的差距 凸凸凸凸凸凸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人 在这一波 也定是大功臣 一个是你的好朋友 马斯克 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位 很红的拍caster 叫Joe Rogan Joe Rogan 我绝对相信 这两位老兄 在川普的倒数一个礼拜 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 拉票 吹票的力量 马斯克 大家比较熟 也就不用说了 他那简直是买票 他买的是声势 这个比买一张票 两张票 一千张票 两千张票 感觉上 我可以很具体的说 马斯克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出钱 他光是那个政治现金 就超过一亿五千万 应该有一亿七亿八左右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说的买票 他就 发奖金 发奖金 那他出力 每天给你选个 他把那个公投当乐透 再玩 每天给你抽出一个一百万 要不来签试吧 那你自己损 你自己损失这个一百万的机会 所以这一炒 哇不得了 在很多的关键摇摆之后 把整个的气氛都炒热起来 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他出话 讲话的话 他不是 是X的那个老板吗 对 大家知道吗 在选前那 那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马斯克 基本上每天发 有大概一百条以上 每天 每天 然后选前一天 他发的据说有三百条 你可以想象这个 一个人没事就手上拿着手机 然后一直在发文 一直在发文 我三天发一条就很累了 所以 马斯克 他的X的追踪的粉丝数量 这个是可能全世界都排名最前面的 所以他每一只贴文 大家都有去帮他追踪 那个都是呈现上千万的 这个点阅 他是准备把它集结起来成书吗 他不会那么 我会说 出钱 出力 出话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再加上 不要忘了 其实川普在这一次的选举过程中 年轻的男性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者 而且是跨越族群的 不管是白种人的男性 黑人的男性 少数族群的男性 然后也是 不管是年纪大的 还是年轻的 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都成为川普非常重要的 叫做胜利军 不是胜利军 应该是他重要的支持者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谈谈 刚才说的这个民调 背景 包括男性女性 白人黑人 拉丁裔 亚裔 还有年龄 我看了那个 尤其还有教育程度也有 没错 好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 新闻搜查国际版 在我们现场的是 沈云冲 云冲兄 刚才我们提到的 我们刚才讲完马斯克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 这个说 马斯克你压队饱了 你这个生意人 果然是有眼光 昨天晚上的每一股 特斯拉就给你狂涨 想说接下来 可以吃香喝辣了 不过我个人觉得 大臣 我觉得 那个马斯克这位老兄 会挺川普 不完全是为了商业上的考量 我认真的觉得 他有他的这个价值观 有他的这个 agendas 比方说他就是觉得 民主党在过去 欧巴马一将到现在 所推动的各种的 比方说最典型的觉醒运动 他就非常不齿 他觉得他就说他在看Netflix 怎么老是看到一堆的 同志的画面 对对对 说不是不行 但会不会太过逃了一点 类似像这样 他其实就觉得 这个此风不可掌 所以这个想法跟川普 是一拍即合的 所以我想这等等 以上的一些都是 他会去挺川普的原因 不管是商业利益上的考量 否则如果 纯商业利益考量的话 老实说 川普还未必一定对他有利 因为我们知道 马斯克特斯拉做的是电动车 做的是环保概念 但是川普是瞧不起电动车的 然后马斯克的车子 在中国生产 也需要中国的市场 可是川普是要跟中国对干的 是要对中国进口的货物 克更高的关税 不过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一类的观念上 和知见上的差异 敌不过另外一点 就是意识形态上的 相同和相似 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大概在节目之中 曾经说过很多次 我再也有说一次 我要介绍一本书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也是前副院长 王范森 有一本书叫 《直六的低音》 大致上就是可以看出来 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 差不多就是欧巴马 这些 一二十年来 曾经被压制在 主流声音之外 或者之下的 这些声音 并没有消失 他很执拗的 是 生存到现在 而且翻身了 是 你想想看 民主党的那些敌人 原先 其实就是普通的美国人 只是抱持另外一个 一个信仰跟价值 看起来 就是他们现在 见证执拗拗力量的时代 没错 所以我刚在网络上 就看到最新的消息 民主党执政的时代 不是大幅的推广 所谓的 DEI 就是要更加多元 更加平等 然后要更加的包容 意思是说 他就要求你们这些企业 从上市董事会 下市你们第一线的工厂 一天有多少的 类似妇女保障 有色人种的保障 成员的等等 然后就刻意的 至少在数据上 要有平等 这个其实就激怒了马斯克 这是为什么他 从加州搬到德州去的 很重的原因 据说刚刚最新的新闻是 Meta跟Google 马上在选后就说 他要放弃DEI的计划 然后各种的绿能 环保的主张跟诉求 过去其实老实说 这些很多民主党 在执政的时候 推动的这些规范 把很多从美国到台湾的企业 都搞疯了 大家都花很多钱 去做各种各样的 转型的投资 这当然对地球 对环境来说都是对的 没有错 但是有一些要求 其实的确是让人无所适从的 或者说你其实顺着 孤兰尼少议 是非常头痛的 这个其实看起来 在接下来都会有所改变 但除了马斯克之外 我刚刚讲还有另外一个老兄 是Joe Rogan 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 大家接下来花点时间去follow 天下第一podcast 对 这个老兄的follow 我现在没有数字 反正他的节目都是上百成千万 上百万成千万的人在听的 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我观察到 podcaster不是只有像Joe Rogan 这种超级大咖 就是一般的可能有个几万粉丝的人 可能都在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同温层当中 发挥了他的影响力 要知道我们的现在网红 我其实前天在另一个节目有讲到 我们现在当然想当网红的人很多 台湾是这样子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现在你去问Z时代 100个当中有57个说他未来想当网红 在我们这代人说不出口的 想当也说不出口 对 那想当网红当然是可以当越大的网红越好 最好有百万粉丝 可是就影响力来说 你并不是一定要到百万粉丝才有影响力的 在美国的企业已经发现了 很多的这种中级甚至小级 甚至奈米级的网红 他有个两万个以下的 可能都是蛮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已经发现 企业他们发现大网红大网红的好处 比方说如果你一个新品要上市 要打开知名度 这个要靠大网红 比方说你想要让更多的人 知道你的品牌的特色 企业的文化 就是在陌生的情况之下 对 大网红可以有影响力 但是呢 这些大网红会接 接完A客户就去跑去做B客户 做C客户了 然后他也要维持他红的程度 所以常常要蹭别的红的话题 所以回过头来 对于你这个品牌 没有中程度 就没有那么专注 至少专注度是不够的 相反的 很多的所谓小网红 粉丝也许是两三万个 甚至更少一点 这种网红 如果他engagement够高的话 黏着度够高的话 反复的为你曝光 反复的推崇你家的产品 反复的替你的品牌做宣传 你这意思是 Trump也有很多这种 是 其实是 其实两个阵营当然都是 可是Trump跟共和党 特别会操作这一点 你看像这一次 为什么Joe Rogan 可以扮演这么大的影响力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 我们当然要选前两天 他就跳出来 endorseTrump 但endorseTrump之前 他访问了Trump 你知道吗 他 Trump到他节目里头 我在你这个节目 最长可以几个小时 多长时间 Trump在他节目里面 聊了三个小时 天能地别的聊 他也不知道 孤注一指 因为这就是 传统媒体跟Podcast 这种媒体的一个 很重要的性质上 或者性格上的差异 传统媒体你想 要专访 不都是两个人 西装必挺的 正经八百座 在那里面对面 这个问问题的人 也要展现自己 新闻上的专业 刻意要challenge 要挑战 要讲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至少那个样子 要摆出来 虽然问的问题 也很普通 但是Podcast是不一样 我想听众朋友 有听过 或者看过 YT上一些方面 其实很多就是 一张桌子 一张凳子 然后两张沙发 在美国还有一些 比较厉害玩的 这个摆个烟灰缸 边抽雪茄 我印象中还有在车上 对 所以非常的casual 然后很cozy 这个cozy的环境 它可以让受访的人 某种程度的卸下防御 然后问的人 也可以比较轻松的突袭 就是我蛮给你钱的 你昨天去哪吃饭 你那天说你爸买了个什么东西给你 类似这样 就很容易的 Intimacy 对 川普可能大家觉得 我没有什么在怕 他平常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跟Rogan 畅谈了三个小时 效果好得不得了 好多人收听 所以也因此觉得 他来不及第一个小时 第二个小时 第三个小时 听到也算空 听完就觉得 竖极大拇指 这个人 感觉就很真诚 相反的 贺锦丽 贺锦丽原本也想去上Rogan的节目 而Rogan也很愿意邀请他上节目 但是最后破局 为什么 因为贺锦丽把Rogan的节目 当做传统的媒体在思考了 因为他提出访问的条件 第一 要Rogan不是在他的录音室 而是跑到贺锦丽的竞选办公室 去访问他 这是第一个 行客拜做客 做客拜行客 再来第二个 他限定访问的时间 只能有一个小时 也就是 不能够畅所欲言 起码 让Rogan感觉如此 无论如何 Rogan听到这个条件 就倒了胃口 不安 但是 你如果愿意到我的录音室 他的录音室在Austin 欢迎 然后我们不要设时间的限制 但是 没答应 没答应 所以 那没答应 原因就很多了 对不对 你明知道 这种节目印象力很大 你为什么就不答应 是跟不上脚步了 是跟不上脚步 还是不敢跟上脚步 你怎么说 这个 这个 就是我刚讲的 像Rogan他们这种 Podcaster 是很厉害的 OK 可以 可以化敌于无形 所以我表面上跟你聊聊 但 但实际上 可能下一步 是出什么招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想 会偷袭 我才想贺锦丽 某种程度的 过于谨慎 或者他也 没有办法 让自己 太真诚的去面对 不过的确 贺锦丽 他的问题 是在几个月之内 大概四个月之内 他挖出来很多 他之前说的话 跟现在为了竞选 说的话 完全被反的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应该是政治人物 就是你还是要 自己的某种的主张 然后因为你有主张 所以你会 可以侃侃而谈的 很直接的 不管访问的人 出什么怪招 你都可以回到 自己的主张上 去陈述 但是很紧密显然 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在很多的 事情上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有他自己的主张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新闻搜查国际版 访问的是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的 发行人沈云忠 云忠啊 我们还有两个人 应该很值得谈 一个是Tim Walls 贺锦丽的副手 一个是J.D. Vance 川普的副手 这两位副手 在选情的过程中 一度有某种的烟火 但其实越到选情的最后 你会发现 他们都被边缘化了 就越显得不重要 特别是Tim Walls 也就是贺锦丽的这位副手 那Tim Walls的出马 当然跟他的背景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贺锦丽自己是加州的 精英等级的 他非常需要有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 比较草根的 比较接地气的 副总统的搭档 来帮他在中西部 拉更多的票 是 原本Tim Walls刚出马 这是如意算盘 这是如意算盘 可是呢 大概几个礼拜之后 这个如意算盘的结果就算出来了 跟他们原本自己所算的不一样 怎么说呢 中西部的人有什么想法 对 因为Tim Walls 我们知道他是名利苏扎州的州长 过去什么消防队 等等的 然后总之就是很典型的中西部老爷爷 中西部的老爸 照理说应该是跟中西部的这些 不管老蓝男还是老红男 都是body body 大家会说 兄弟来 好 既然你出马 我来挺你 没有想到 后来我看到很多的媒体 有在访问 去研究 到底Tim Walls的出马 对中西部的选民的投票倾向 有什么影响 就大家发现 中西部的选民 在你Tim Walls出马之前 是支持 是对你有非常大的好感的 所以他才能够当选州长 但是呢 自从你跟贺锦丽站在一起之后 他有一个trailer的形象 就觉得你背叛了我们 你怎么会跟贺锦丽那种人站在一起呢 你怎么会跑到跟那样的 你是民主党的没错 但民主党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可是你偏偏就是跟这个 真的是这样的吗 Tim Walls变成了Last Walls 我觉得这不难想象 就是今天如果假设 我乱举例的 在台湾部是当年的侯友谊 找了一个高雄来的本省人之类的 以前我们选举都在省级平衡 一个外省一个本省 一个南部一个北部的话 我不是很确定 你觉得会不会南部的人 把这个来自南方 把自己同样的自己人 你这样偷袭我 我只好说不敢说 这就不是 It's hard to say I'm not there to say 这个意思 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Anyway 所以这两位 Vance Vance基本上 他刚开始出马的时候 是很引起关注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很有知名度 电影爱依在讲他的故事 再讲他口才也非常便吉 就基本上他就是个小川普 但是口才更好 词汇 词汇多 他的英文比较多一点 川普来来去去 Fantastic 讲不出个多几个有用的词了 但Vance不一样 他侃侃而谈 那些口才非常的厉害 但渐渐的你会发现 玄冥要的也不是像Vance这样的人 他们其实要的还是 那个更有Gunst的感觉 那个挨了枪之后 特别是挨了枪之后 不知道是原来的那个F字 还是Fight 还是要那个川普 所以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 在总统制的大选当中 其实主将还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主将 跟哪一些重要的Celebrities 或者有影响力的人 在一起被endorse的话 那个影响力就会被放大 像刚刚我们讲的 为什么说 所以贺锦丽在欧普拉的加持之下 还有Taylor Swift 对对 还有Lady Gaga 还有Taylor Swift 对对 好莱坞 看起来好像 这个没什么用处 好 其实我们从 我们如果从选民结构来看 发现说 这一次的大选 跟拜登的2020年大选 有一个非常重要 跟明显的现象 就是川普大幅度的扩大 他的版图 但是贺锦丽跟民主党 就只守住自己原本的版图 不动 我想这是最大的差异 比方说 在这一次的选票结构当中 根据出口民调 不管是族群 还是教育程度 还是性别 其实这两个人 都有很明显的支持者的差异 比方说以性别来说 Harris他就是受到54%的女性的支持 那女性有44% 44%是支持川普的 这个10%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男性就正好倒过来 54跟43 是 但数字就不要太计较 其实大概就是555453都算 总之男性普遍上是比较 长期来都比较支持川普 对对 一路一路以来 然后教育程度是另外一个 在这一次大选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很明显 很明显 有大学教育程度以上的 有五成将近六成 其实会比较倾向支持民主党和合情 57% 对 但是没有大学文凭的这一群人 正好相反 有55%左右是支持川普的 是支持共和党的 是 而这一群人呢 很多其实就是所谓的铁锈带 很多就是在中西部 铁锈区 很多是劳动阶级 所以这一次的大选 你可以明显看到 美国的中低层 低教育的 低所得的 早就对这些过去长期的执政精英 感到愤怒 感到不满 所以这次是一次的总爆发 把账全部都算到贺经理的头上 所以全面的都跑去挺川普了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 他又出现了 犹太老兄 他就在脸书就写着 他的这个选后的感言 他就说 民主党这次会败得这么惨 就是因为民主党在过去 背弃了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是你先背弃了他们 所以这一次的大选 工人阶级们背弃了你 其实这个应该是蛮 这也就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 年龄跟族群的话 过去的少数族裔 理论上都是民主党的传统铁票 但是在这次很多的州 Latinos也好 黑人也好 支持川普的比例 比上一届 甚至比上上一届 还要大幅的增加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川普今年在好几个州 也都是冲下历史记录的 比方说在奥克拉罕马州 川普的得票率 应该是直追 搞不好会超过当年的雷根 因为你知道雷根 当年跟卡特在选的时候 卡特声势真的非常低迷 所以雷根等于是 一整面的大红潮 把卡特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次最后的票 我们还没有算出来 不过应该川普会有好几个州 重演当年雷根的历史 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还有一个话题 那就是我们知道 川普在他的竞选的时候 有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可是我看了一张帽子上的 写的是make Taiwan pay again 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看法 我以为你要讲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这个帽子 是make in China 我要讲的是make Taiwan pay again 现在台湾在看 这两个总统大选的结果的时候 都在关心到底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那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其实在选前我就讲了 我觉得不管谁当选 他们对台湾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怎么说一样呢 因为第一个 对他们而言台湾不是重点 中国才是重点 是 你觉得他会为了捍卫民主 为了认为台湾应该要独立 所以出兵保护台湾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重点是看中国 所以在中美的这个大棋盘底下 台湾这个棋子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才是重点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撤回来 你又给我复袭 不是啊 我是说 其实川普 基本上不会脱离美国的亚洲 美国的中国的基本政策的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贸易战 不是科技战 而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涉及的是美国的长远的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所形成 他必须保护自己的机制 在这个机制底下 中国绝对是一个主要的大敌人 他做什么事情 可以让他超越这个大敌人 他就会做什么事情 是做样子还是真的敢 这个就交给你来回答 我不敢想 It's hard to say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